好,我們接下來要進入第一講電的第五節。那麼這一節裡面我們要介紹在處理電廠跟電荷關係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定律,叫做高斯定律。 我們前面已經提過在電荷之間的交互作用可以產生電力,然後電力又可以用電廠來描述。那麼到底為什麼需要高斯定律呢,因為我們之前提到電荷跟電荷之間的交互作用 都像是兩個點電荷之間的力的大小。但是對於一個電荷分布來說,它不見得要是個點。對於一個連續表面,或是一個很長的線,或是一個很大的平面,這樣子的電荷的分布呢,它會造成怎麼樣的電廠,要怎麼樣從前面學的庫倫定律來求出來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需要引進所謂的高斯定律。它告訴我們呢,怎麼樣來求這些不同形狀的電廠的分布,還有電廠的強度。 那麼在這一集裡面呢,我們要先介紹所謂的電廠通量的概念。然後透過高斯定律的介紹呢,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怎麼來求電廠分布,跟電廠的強度。 然後最後呢,再一次的,因為電跟重力有一個非常像的數學關係。所以呢,可以用在電的高斯定律,可不可以用在重力的分析上面呢? 那麼高斯定律的發現呢,基本上可以從電廠最根本的數學定義,就可以得到。我們來簡單的玩一下電廠的數學定義。 已經知道一個點電荷,它的電廠大小呢,像右邊這個方程式所寫的。它跟電荷量成正比,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那麼根據這個定義呢,在距離這個點電荷半徑為R的球面上,整個球面上的電廠大小應該都一樣。 而這個球面的面積大小也很容易知道,它就是4πR平方。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如果把這個電廠 跟這個面積兩個乘在一起,會變成4πKQ。這時候這個乘起來的量,跟距離就沒有關係了。就好像變成一個只跟裡面電荷量有關的數值。 那麼這個數值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數值在高斯來定義,它就把這個電廠乘上面積,將一個數值定義為電廠通量。 它的想像呢,就像是這個電廠有很多電力線往外。那麼這些電力線往外呢,通過一個封閉的面積的這個總量呢,就叫做電廠通量嘛,叫做φ。 對於一個封閉曲面上來說呢,我們從剛剛這個1乘上A的看得出來,這個φ的大小呢,只跟曲面裡面的電荷量Q有關係。 那麼我們也簡單介紹一下高斯,他是德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數學家,有數學王子之稱。 他在1835年提出所謂的高斯定律。那我想稍微再提醒各位一下,這個距離庫倫發現電荷跟電荷的交互作用已經至少過了50年以上。 而事實上根據歷史顯示呢,高斯定律在1860年才正式被發佈出來。 所以你可以理解我們現在在普通物理學教科書上面很多放在一起學的東西,在歷史上面事實上前後出現的次序是相差非常非常遠的。 如果高斯呢,他除了在電磁學上提出高斯定律之外呢,他也在數學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貢獻。 譬如說我們耳熟能詳呢,在統計上有個叫做高斯分佈,也是同一位數學家提出來的。 另外呢,在光學上面呢,有一個分析的方法稱為高斯光學,也是同一位數學家提出來的一個分析的方式。 所以呢,他在不只是數學,也在物理學上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貢獻。 好,我們來聊一下對於電場通量這個值的定義到底是什麼意思。 首先呢,通量這個概念呢,事實上可以從流體力學這個方面比較容易的想像。 它就像是一個流通過一個截面機,單位時間通過多少體積的流,這個稱之為流體力學裡面的通量。 那麼在電場通量裡面呢,我們可以把這個通量想像成通過某一個截面的電力線的數目。 所以呢,這個如同剛剛所說的電場通量的定義呢,在數學上呢,是電場的大小,截面積,大小的乘積。 但是再一次的呢,電場是一個向量。而電場通量呢,則是一個存量。 所以呢,在向量變成存量這個過程中間,發生的事情呢,是這個面積事實上也是一個向量。 那麼這個面積這個向量怎麼定義呢?這個面積向量的定義呢,是一般來說它是垂直平面的向量。如果是個封閉平面的話呢,這個垂直平面的向量就是向外為正。 所以這個電場,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封閉平面的電場通量。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封閉平面上面想成很多很多個小面積。 那麼這個每一個小面積上面呢,都會有一個相對應的穿過去的電場的量。 還有呢,這個小面積自己的面積向量。 那麼把很多小面積上面呢,通過的電場的量,還有每一個小面積自己的面積向量呢,內積全部加起來的結果呢,就是總電場通量。 那麼用σ的情況之下呢,是我們把它切成很多獨立的小面積來看。如果我們把它用連續的概念來想呢,把整個面積一起考慮的話呢,這個σ就會變成一個積分。 不過整體來說呢,概念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就是在一個封閉面裡面的電場通量呢,基本上是電場對於每一個區域面積那樣的內積整個的核,稱之為電場通量。 所以我們可以把高斯定律呢,寫成像這樣這個完整的形式。也就是說呢,左邊的電場通量呢,我們可以寫成電場跟面積的積分。 一個環積分,這個圈圈的環積分的意思呢,就是對整個封閉面積分起來的意思。 那麼右邊呢,就像剛剛說的,這兩個乘起來呢,只會跟裡面的電荷量的大小有關,就等於4πk乘上q,其中4πk都是一個常數。 那麼這個高斯定律呢,完全可以把它想成跟是水流流過一個面積很像。 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這樣想,在這裡面呢,q這個電荷量,就像是總水流的量一樣。 電場呢,則是水流的速度。那麼面積呢,就像是如果在一個截面積上開洞,這個水就會從這個洞裡面噴出來。 所以呢,水流的速度乘上每一個小洞的面積全部加起來的結果呢,就會是單位時間全部流過去的水的總量,也就是相當於這個q的大小。這個就是高斯定律跟流體力學上面一個類比的概念。 那麼我們來應用高斯定律來看一下,對於不同結構的電草們如何可以求得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先用一個平行板的範例來談這個問題。 所以呢,在這裡的例子呢,是兩片平行的導電板。 上面呢,我們假設他們已經帶著相同大小的電量,但是呢,電性不同,左邊是正的,右邊是負的。 那麼因為呢,這個是一個導電板,所以呢,電荷會往中央聚集,這個也可以想像。 所以我們來畫幾個封閉的高斯面來看一下整個電場的分布會是怎麼樣。 首先呢,我們畫一個如圖中所示的這個高斯面。 那麼這一個平面,就我現在雖然是一個二維的圖形,但是請各位把它想像成一個三維的封閉的高斯面。 在隨螢幕進去的這個方向呢,它也是一個平面。 那麼在這整個立體的一個高斯面裡面呢,我們可以看到我現在的包的範圍呢,是把正電荷跟負電荷一起包在裡面。 所以呢,在這裡面的總電荷量應該是零。 因此高斯定律告訴我們呢,如果我對於這個封閉面的每一個面的電場,跟這個面的面積相乘的結果呢,全部加起來它應該會是零。 那麼這個意思呢,是我們知道呢,在這個面裡面呢,它所謂的電場積分的意思呢,是對於穿過這個每一個面的電場跟面積積分起來。 那麼在這裡呢,因為它的電荷主要分布在左邊跟右邊,所以你可以想像電場應該是左右這樣子分布的。 可是呢,整個積分起來是零的結果呢,表示呢,根本就沒有電場從裡面往外流出去。 所以把這個封閉面的積分,積分起來的結果呢,可以告訴我們呢,這一個平行板的分布呢,它的電場呢,在平行板外,是不會產生。 它主要是往內產生電場。 那麼另外呢,我們再畫一個比較小的封閉面來求這個向內的電場的大小。 那麼這個比較小的封閉面呢,我們就沒有把兩邊一起包起來,所以我們只包了一半。 那麼只包了一半的結果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這個比較小的封閉面上面呢,我們如果把它六面全部都對電場相乘的話,就像左邊這個積分,這是對整個封閉面相乘的結果。 那麼它的大小呢,最後呢,會是在中間傳播的這個電場1乘上呢,右邊的這一面的解面積。 因為這個1呢,是在兩面平行板中間的方向,所以呢,往上這邊並沒有電場,往下這邊也沒有電場。 最後乘起來的結果呢,只有往右邊這個電場乘上這個解面積的大小,就是這個1乘上A的這個大小。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封閉面裡面框了多少的電荷呢? 框了多少電荷呢,跟這個平行導電板上面的電荷密度有關。 所以這個地方電荷密度呢,我們定義成Sigma。 那麼這個小的封閉截面積呢,它包的面積的範圍呢是A。 所以呢,在這個小面積上面呢,包到的電荷的量呢,Q呢就是Sigma乘上A。 所以呢,把這兩個整合起來看呢,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概念是,在這樣兩個平行的導電板的中間所帶的電場的大小呢,把上面兩個式子整合起來呢,可以得到它是4拍K乘上Sigma。 這個式子只跟平行板上面的電荷密度有關,而跟距離沒有關係。 所以呢,它顯示出來的事情是,在這個裡面的電場呢,似乎是一個均勻的分布。 我們怎麼證明這件事情呢?我們把這兩個平行板中間呢,畫另外一個封閉面。 這個封閉面呢,沒有包到左右兩邊的電荷,完全位在中間的這個空洞裡面。 那麼,因為它中間完全沒有包到任何電荷呢,高式定律告訴我們,這個封閉面整個積分起來的結果應該是0。 但是,我們從剛剛的推論裡面就知道說,這個封閉面呢,必然左邊有電場進來, 右邊也會有電場出去。 可是整個積分的結果是0的結果告訴我們呢,這個左邊的進來電場乘上這個截面機,跟右邊出去這個電場乘上截面機的結果呢,告訴我們這中間的電場應該是均勻的,不會隨著位置來變動。 那麼,這樣一個平行導電板構成的元件呢,稱之為電容。我們在下一節呢,會再跟各位討論這個電容的詳細的分析。 那麼,另外一個我們應用高斯定律來求電場的大小呢,我們用一個球形分布的電荷來看。 那我們假設呢,在這個球形物體上面呢,它帶著均勻分布的正電荷,就是這個物體呢,並不是導體。 所以呢,它裡面也可以帶電。 那麼這個均勻分布的正電荷呢,我們假設它的體積密度呢,是thow,然後這個球本身的半徑呢是r。 所以呢,我們現在來看兩個封閉面。我們先畫一個比較大的封閉面。比較大的封閉面的半徑是r。 那麼呢,我們從高斯定律可以告訴我們呢,在這整個封閉面裡面電場跟面積的積分的結果是裡面總共包了電荷的量。 那麼裡面總共包的電荷的量的大小呢,基本上是這裡面整個球的體積乘上它的體積密度。所以裡面全部包的電荷量的大小呢,是這個三分之四π大R三次方乘上r。 那麼左邊這個積分呢,告訴我們事情是這個電場乘上這個面積的大小。 因為呢,我們從之前的討論呢,可以知道說這個電場距離中心如果距離一樣的話呢,它的電場大小應該是一樣,因為這是一個球形對稱的分布。 所以呢,這個積分呢,可以簡化成一個電場乘上球的截面積四πR平方這樣的大小。 那麼我們把這兩個整合起來看呢,就可以得到在比這個球還要大的區域上面的每一個點的位置, 電場的大小呢,基本上呢是KQ除以R平方。這個事實呢非常眼熟,它基本上跟庫倫定律告訴我們事情是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完全可以從高式定律推論出原來我們所比較熟悉的庫倫定律。 但是呢,高式定律可以告訴我們更多的資訊。所以譬如說呢,我們現在在畫另外一個比較小的封閉面。 因為呢,這個電荷呢是在這整個球上面都有分布的。所以如果在球裡面到底會不會有電場呢? 我們來畫一個比較小的球。這個比較小的球的半徑呢,我們仍然叫做小R。然後電荷的分布的半徑叫做大R。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這個高式定律。那麼跟剛剛很像的事情是呢,電場乘上面積的這個積分呢,可以用次拍R平方乘上電場來代表。 但是這時候裡面所含的電荷量呢,就會隨著半徑而改變。所以呢,這時候裡面所含的電荷量的比例呢,就會跟小R的三次方有關。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再把整個式子再集中起來,再看一次的結果呢,我們會得到在球裡面的電場,會跟小R,也就是離球星的半徑的距離成正比。 所以整個合起來看呢,對於這樣一個在球裡面均勻分布的正電荷來說,它在球內跟球外造成的電場的大小,在球裡面呢,是隨著半徑正比的增加。 而在球外面呢,則是隨著半徑不斷的增加呢,它會有一個平方反比的下降。 這個是我們應用高式定律可以求得出來,這樣子分布的電荷呢,會造成怎麼樣的電場的分布。 所以呢,在最後呢,我們留下一個概念呢,讓各位稍微想一下。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呢,有左右兩個導電板,那這時候這兩個導電板都帶正電。 然後呢,在這兩個導電板的中間呢,我們均勻劃分五個區域。 所以我們寫五個D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五個區域呢,我們在其中一個位置呢,插入一個正電荷。 所以請問整體來看的話,一二三四,這四個點,哪一個點的電場會是最大的。 在剛剛談到的電場跟電荷之間的關係呢,我們理解它是從電力跟截面之間的關係推導出來的。 那麼在重力裡面呢,事實上也有跟截面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早在牛頓的時代呢,它就已經證明了球殼定理。 也就是說呢,如果有一個薄薄層的質量分布呢,球形的質量分布在球形的裡面,是不會受到任何重力的影響的。 那麼這個呢,在電力的系統也完全成立,也可以從高式定理來證明。 那像這樣的關係呢,在分析牛頓力學的時候呢,事實上,Lagrange在18世紀的末期呢, 它在分析牛頓力學的時候呢,也有推論出來類似高式定理的關係。 也就是關於重力隨平方反比,然後通過的截面積相乘是一個常數的這樣一個情況。 不過呢,那時候Lagrange的工作呢,它主要是在發展數學上呢,可以把一個三維的積分變成一個二維的積分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著眼在立場通量這樣的概念。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講到所謂的這個通量的概念,來解釋電場跟電荷之間的關係的時候呢,還是會把它稱之為高式定律,而不是Lagrange定律。